根据上个周末 周深的两档节目 周深的热度一直持续走高 周深加盟的快乐大捧银 以0.93创新高的收视率 获得了卫视排名第一位 另外除了创造营2021之外 目前还有其他多档新中义都逆邀周深加盟 虽然最终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但是这么多的节目都愿意挂着周深的名字 很显然周深自身拥有的超高热度 肯定是被官宣的原因之一了 例如周深今年是否还会参加 五一上海国潮音乐嘉年华的晚会呢 无能卫视是否能够再次邀请到周深 加盟新中义挺身而出呢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 目前有周深加盟的中义都有不错的热度 而且以周深目前的实力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扛起一档节目的收视 前几天周深还因为参加创造营2021的节目 以40.36的热度值成为了 二月最热演艺类节目嘉宾 所以说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周深的综艺如此 周深的歌曲也不弱 周深第二新歌要一起在QQ音乐上 已经累计人气突破110万 获得了人气黄金单曲认证 而在有你音乐榜中 更是连续四次攒获人气得份Top1 无论是综艺方面还是歌曲方面 周深依然是胆打之年 根据3月22日 也就是昨天的猫眼影人霸品榜Top10的榜单 周深再次攒获冠军 这已经是周深连续六天登顶冠军的位置了 剩下的就是无比期待周深在 《创造营2021》的二宫舞台了 晚上已经爆出越来越多 关于周深二宫rippo的消息了 《创造营2021》的二宫舞台 周深将会以五种语言演绎 唱跳歌曲的消息 也越来越真实 这一定是很炸的舞台了 周深的综艺和歌曲都登顶人气冠军 周深的二宫舞台 也极有可能引爆3月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经济中心